距离北京东澳开幕还有大约两个月 美国正式宣布不派外交代表出席 华府今次决定被外界应用为外交杯葛北京东澳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强调 有别于美国杯葛1980年莫斯科奥运的做法 今届美国运动员仍然会参赛 说他们训练多时不应该变相受罚 华府会全力支持他们出赛 认为不派官方代表已经足以表明立场 至于会不会拉拢盟友一起抵制北京东澳 普萨基说已经向盟友表明华府的立场 被各国自行决定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 对美方的表态强烈不满 已经提出严正交涉 断促美方停止将体育问题政治化 美方出于意识形态偏见 基于谎言谣言试图干扰北京冬奥会 这只会让人看清美方的险恶用心 只会使美方更加丧失道义和信誉 在未收到邀请情况下 美方把是否派政府官员出席 同所谓新疆人权问题挂钩 这完全是颠倒黑白 错上加错 自欺欺人 国际奥委会回应说 派不派官方代表出席 纯属各国政治决定 委员会维持政治中立 完全尊重美国今次的决定 对运动员参赛不受政治影响表示欢迎 美国队上一次抵制奥运是在冷战时期 因为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 华府联同六十几个国家 拒派运动员 杯葛1980年莫斯科奥运 是历尼最大规模 而跟着那届洛杉矶奥运 也都反过来被苏联和盟友杯葛 有线电视记者陆子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